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看到是透明示范的嘛 然后这根是那个白乐的那个823 823是这样子 它的尺寸对吧 因为我也有那个万宝龙的149 149的话好像在那个1912的那个影片中间有放过出来看的 但是那根比很多人有 我就不做什么评测 这根可能用的人比较少的 首先它尺寸跟那只基本上没什么很大的差别 然后白乐的一个特征嘛 一个小球对吧 但是这个小球吧还有一个平板有的就那个阿窩阿罗拉啊 然后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尺寸这样子 尺寸是那个反正就k啊 呃14.15的接近这个果然是那个比较大体型的那个比 1515以后呢再下来就整根笔 其实你看到非常非常光亮其实挺漂亮的 因为是这样子日本日本日常笔用的金色跟那个跟那个什么就是欧洲笔用金色不太一样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 这个笔相对讲更像一个黄金呃欧西笔这根算是也是很黄金 但是很多欧西笔其实他用的那个黄金什么像铜金的什么那种比较多一点 铜偏铜色或者香槟金那种比较偏浅浅一点的 这所以说日本笔用个欧西笔的金色真的有时候真的要细看 而且灯光反映灯光照下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现在你们看这个比较亮对吧 但其实如果你平常用不会那么亮呃 因为我现在就窗对窗户 所以说整个灯光效果其实都比较强 你看到这灯光对吧 呃然后还继续继续呃 一样这个长度也是我很喜欢的 也是我很喜欢写一个形状 哦最近这根买回来以后吗 对吧 呃 是这样子就买回来以后 我基本上都这个星期一直在用它 就是说首先它这个跟白利金的一个特有一个点特点非常像的 就这里你们都能看得到 对这个地方反正就那个823会粗一点对吧 呃稍微粗一点 因为我现在真的是平行这样子拿着的 然后那个比我比较长对吧 可能M800应该就会符合我我手的那个大小 因为M800有时候用还是有点小 但是我很喜欢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小小弯的一个曲线 对吧 这个就有了这个东西书写真的舒服很多啊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这个比真的比较粗 而且一个抛的线条 这样拿下真的是好很多 就整个这样子拿 因为我是十指比拇指前的啊 所以这样我是这样拿笔的 所以说这个就刚刚好 就说我手拿的时候我写的时候 或者我运笔空笔等等的啊 然后这个的话反正就基本上不建议那一个这样子盖了 反正就是还是一样这样子放 另外尖的话我给大家对比一下啊 最近的比有些比哪去修 你会看到哇这15号尖跟白利金白利金这种EF尖 我不知道它的大小是跟这个就是说pilot的差多少 我就不肯定啊 但是15号尖真的是很大 就是说所以我才说它就是一个亚洲人版的一个万宝龙 而且性价比非常高 还是个金尖的对吧 还是ok的这根笔 然后另外有一个就是说特点是什么 它是一个负药上磨的 嗯而且这根笔它整根都可以拆 然后呢就是整会我我下完墨我稍微给大家拆一拆 其实我不太想拆 呃那个因为我你看我上过墨 其实我已经拆过一遍了 是这样子呃这个的首先笔套啊 给大家看一下里面非常干净对吧 非常干净对吧整个 然后里面这个黑色的套子对吧呃是这样呃 大家可以买拿一个木筷子 然后有一个那种拿一个连连的东西对吧 生胶片 然后就我看一下 就可能是说有一根这样子的东西 我就随便拿这个弄了多的哈 就这样子 拿一个连一点的就是那种生胶片 然后缠在一起 然后这样子一一这样子进去对吧 然后往里面自己方向顶一顶 然后这样一拉抽就可以 它这个就是靠本身外壳这个塑料 然后就是说它的一个口径不一样 然后这样子还卡着的 所以说这个没有任何卡榫什么的 你们都可以自己拆 当然不要拿这个 我这种挖耳朵比较软的 我是拿一个那个铁棍子的啊 那这个真的不想给大家拆 这里是不要动了哈 比较什么的都不要动啊 真的不骗你们 然后这个我先把这个木给下了 然后在这个笔 你们也有看到对吧 呃这个这个笔的话 首先是这样子 我买的是透明版的 呃美美国那边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是那一个美国做那个 呃琥珀色也就是咖啡色 但是如果去找一些日本朋友或日本店 也能找到透明 所以说其实啊等于没说了 呃是这样子 你如果是想说玩透明墨水的 你买透明版的 对吧 你真的要像那种就是说 呃呃就是那种就是说 不要像我这种像黑色的 我这种我这种爱好是比较特殊 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还是因为我最喜欢那根笔 呃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是比较抽象的 比较抽象就是说像我现在这根笔对吧 你现在看很黑色对吧 可能呃现在相机拍不是很清楚 你可能现在看这边应该是黑色的对吧 然后中间这也是蓝色对吧 如果在网上看的时候灯光比较暗的时候对吧 可能会看到中间是黑的旁边是蓝的 我喜欢这种有渐变的 而且很低调的相对来讲很高呃也有低调 然后又有点高雅这种呃颜色渐变 现在这跟百二三也是我这里是黑色的 然后这是透明的 当然有些人喜欢色彩绚丽的对吧 就是说我墨水里面什么颜色什么颜色对吧 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喜好 这是很肯定的 这这说白的 但是那个防救啊 我有我的喜好了 你也有你的对吧 然后这个负压上磨了 然后我们下来就讲这个负压上磨 因为笔尖什么都讲了呃 然后这个负压上磨弄完以后 就开始给你们书写一下 然后差不多是这样子 呃先先这样 那一个比比价子 因为啊另外一个他储默量基本上最大 负压上磨的好处 就是说是说比他加上这个体型本身也是比较大的 呃 然后呢就这个储默量 基本上应该能跟他比的比不是很多 因为像那个塞老的21k鱼雷的话 里面好像还是个吸磨器 所以那个吸磨量是不是特别大 因为我自己不是有些人是喜欢这样子 我吸磨水完嘛 我我个人没有这种癖好哈 那这个下来反正就是因为这一根笔 我先把墨给下来 就这样子打开 然后这样子一抽 呃 你上网看视频的时候 人家一做其实好像很舒服 但其实说实话 呃 你看我现在拿其实不是特别舒服 然后我这个 我压就是像我现在压的 特别是我现在压一下 我其实我要这样子 拿拳头 然后这样子 这样子按对吧 你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是这样子拿 那我先把这个给弄下来 对吧 哎 你看其实我水一直在这里下 啊 不知道你们能看能不能看清楚 其实在这样子一直弄 哇 其实啊 看到有些声音了 但其实呃 你看的即使我现在喜欢鼻 对吧 整根的还是黑黑的 对吧 就是说你真的想透透湿的 就真真的不要用黑色 对吧 除非你喜欢我这种 你像我这种 我想黑色旁边透点透明边 对吧 有一种就是说 就我喜欢这种就有点宝石那种感觉 而不是说像那种大理石 或者白金就是说M600 有根部翡翠绿吗 那种弄就有点太那个怎么说太明显了 就感觉 呃太夸张了 我就没那么喜欢 我喜欢用低调一点的 那这个就上不 所以说你看到我刚压的时候 我上摸的时候对吧 其实是有点费劲的 就是三文堂那根我不知道 但这个是因为他他就英语 他们上面讲create vacuum 就是说创造那个真空吗 所以说我看他们有限的是怎么 我这么难 然后这根手指这样子 实质这样子顶 其实我手没有这个劲 说实话 然后就我现在就啊 我还是这样子上摸 所以说这个上摸 呃 坚能说实话坚能坚持真的 然后但是好处就是说他上摸量真的很大 而且也是少数可以上飞机的 这呃就是说那个就这根什么823 哎 ok 有怕医生但是那一个 好吧 哎大家不要在意那么多细节啊 然后就反正就主要是给你们上摸 哎呀 我先拆拆拆片给你们看吧 呃我先把这个给看一下 我不知道是我的这根哎呀好 ok 然后是这样子 呃ok 先继续这样子 然后首先我先把木啊不好意思冻到进去 我先把木给下了下了以后拿一张纸巾对吧 然后先给你们看一下 哎 就是说这个首先是这样子 但后面这个真的不想给你们拆 后面这个是这样子 你看到其实我拆过有这个银色这个地方吗 其实两边都有两边都有对吧 两边都有其实你这个一家一转 记得就可以了 那个反正就呃那个知识视频我那边会补啊 麻烦大家去那边看一下这样子啊 然后那个我会做一个比较完整的视频 然后这个一转 然后就就ok了 但哪一个方向呃到时候你们看那个视频 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 然后这个的话就正常的 然后这样子转往自己方向转 左手固定对吧 左手定了 然后扭这个木杆 然后一转就整个就出来了 那个我真的就大家还是看那个视频吧 那个反正因为这个上墨了 还要再洗太麻烦了 然后这个而且正常的这根笔不建议拆 拆了一次以后 他将真空效果不太一样 跟你本身买的以后 对吧 反正我大概给你们讲 基本上不要拆 除非你真的洗笔 但是你这个笔 你用那个墨水真的不要再换 就是你用蓝色的 你就不要再说呃 我要用别的颜色这样子 你说你用比如说像我现在用黑色 我肯定就不会说 我再把它说 我再换成了一个什么 呃 蓝色或者就是说 基本上我是不会换的 就就就这样子一个情况 然后这样子我上完墨以后 对吧 你们就能看到我现在上上墨 这不是废话吗 呃 然后现在上完墨 哎 没上到不好意思 没没没插进去 是这样 再来一遍 然后通常是反而我先我先给你吸 那通常这样子 比如说像我现在吸完墨 对吧 吸完墨以后 然后啊 啊还是还是可以这样 还是这样 吸完墨以后 对吧 呃你通常是这样子 就比如说里面有墨水了 那会倒过来 然后那墨这样子 那墨这样子 他就会往下走 对吧 往下走的时候这时候 我们可以这样子往上面推 往上面推 推到怎么样 就是说 你把墨水给顶 往上顶 不要顶出来啊 就顶到这样 这样子可有一个更大的吸墨量 就差别就在这里 那我现在就在这样子顶 嗯 这样 哎呀哎呀 弄弄到了 弄到 这个墨 哎你们就看到 看到弄到了 哎真的是 还是要这样子 这 我 就这样子 然后讲 因为我现在没有吸 我还是 我先把一个墨水给弄一遍 对吧 OK 应该是可以了 墨肯定是吸到了 反正就 那就这样 再吸一遍 哎 因为我用的也不是很熟练 OK 等一下啊 现在应该是 现在应该是有一个有墨水 你看到整根就黑掉了 对吧 应该是有啊 肯定有墨水了 但是还没有上满 上满就是说像我这样 我我通常会上满 因为我要整根的黑黑的嘛 对吧 然后整个黑的时候 呃 现在看到这个头好像还有点没有上 有点轻轻的 对吧 那我就要等到这个墨水顶到这里上面 我就轻轻这样子顶 然后这样子竟然去吸多一点墨水 呃 有时候会这样子做 但是我现在这个火塞不是特别顺 我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怎么的 但你看到其实顶了一点 其实你看到现在顶了很多 对吧 其实 其实这里已经里面墨水没有空间了 那我在顶 那基本上本来可能一个正常是人 人上半杆了 我像我这样一做就居然上满满的一杆 2万字无压力 说实话 就是说上这么多 当然沙漠其实没有呃 想象中那么好玩 这是这真的是大实话 就是说他沙漠不是说像那种 哎 ok 他沙漠不是像哎 好的 我手已经完全弄到了 看到了 哎 真的是 我每次弄墨水就是说不管怎么样 我都会弄到 我很伤心 就这样子 哎 是这样子就是说反正就是说基本上就这样子一个情况了 哎 所以说有时候我不太你懂了 为什么我不喜欢玩墨水了 不管我用啊 好的好的 我手完全弄到了 等一下我去洗一下手 好的 不好意思我又回来了 好的好的 嗯就是刚刚很狼狈的一刻 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支那个日本笔也是我第一支富亚山墨笔 嗯 我之前没有买过这类的笔 反正就啊 反正上一次墨 可而且啊对镜头是比较那个我平常自己的话倒不会这么狼狈 因为现在手啊 手有手 就刚刚应该是弄的时候这里吗对吧 我不小心把整个泡进去了啊 反正就这样子吧 反正想把这根总称来讲非常适合的热用神器对吧 这还是给他肯定的啊 然后先给大家写一下这个笔记图对吧这个白乐对吧 白乐 嗯我自丑不要介意好 823是吧 然后就轻轻的 还是ok的对吧 重的也可以对吧 就是说看你空笔 轻的重的对吧 然后平常写 我这根是FGN的忘记讲了 就是说最近买的都是FGN 其实我个人是喜欢用MGN 我喜欢用那种粗水比较大的笔 然后这根尖的话反正大尖的手感真的很惊艳 为什么他有点阻尼感 不会特别滑对吧 因为如果你要你真的要写中文对吧 比如说我随便写个字写个粗字对吧 然后我写个粗字的时候还是有点阻尼感 你才可以出风了 比如说我写个野字对吧 你要这样子在很在这样上去的时候 你这个风传出来吗对吧 就如果真的喜欢笔风的话 当然你也可以买长刀险对吧 我个人喜欢就这种撇一下 就这种这种肩 我喜欢这种自然一点的哈 然后这个然后再拿一次百利金啊 再给你们对比一下 百利金是这样子 反正就啊粗度可能就差不多 但是其实说实话吧 呃我这个这个子比较潮对吧 呃比较就是说比较潮湿 所以说写出来墨会画的比较大 其实呃你买的时候有你哪些好点子 没有我这个笔记那么粗 这是实话 真的这真的不骗你这个 但是呃百利金的话不管怎么样 都是很水箱的 这是很肯定的对吧 你现在看反正就还是一样 呃百利金非常的水箱 对吧 因为真的压粗哎 你看了 这就是欧标的EF间和那个日标的F间 大家其实是同样一个一样 呃都是 其实嗯 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粗度 其实你们对比就差不多 白乐的凭空本身也是比较好的 百利金凭空 呃你懂的 读音器 但是你看到这个粗细 其实真的是差不多 这个粗细 你看到有点花开了 其实我这个子不太好啊 大家不要太介意 所以说这个书写 反正就主要是感给你们展示这个粗 那你说爬格子对吧 首先还要看什么子 这个真的很难给你们做一个评测 只能给你们看一下 嗯 欧标的EF就是跟那个日标的F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是实验也证明了 然后整根笔的话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啊 然后另外一个就反正就呃 这根笔反正利用了真的我非常的推荐 除除呃我手也是拿拿下也是刚刚好的 除非你是说啊我手比较小 那我呃我建议你可以买一些比较小 比如说T4什么的呃 此一点就可能会做一个就是说比较 就是说值得入门的一个是个干笔的这种一个系列吧 对吧呃等会有时间再做呗 反正那个今天的平时视频真的挺狼狈的 说实话真的很不好意思啊 但整根笔就是说呃现在上满墨了对吧 也达到我一个效果一个黑色 然后一个透明的这种 就这样我自己看到的 或者自己发现的一种美感对吧 然后整根笔你看到就是说呃中间黑 然后旁边透明对吧 就是说这样才像一个宝石 应该有了一个就是说光源变化吗 然后整根笔就made in japan 对吧呃呃 然后小球823三颗星 三颗星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哦 反正就呃基本上就这样子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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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